今天全台灣新增了1209例確診的個案 依然新增46位確診者 其中8位還沒有案號 主要的分成三大類 金援會館的群聚案 聚餐的群聚案 感染源不明的零星個案 接下來說明的細節 金援會館這個喜宴的案 新增了24個人 我們醫療能量的總動員 昨天繽紛多路 進到部落學校等地的採檢 但有部分民眾還沒有採檢 再次呼籲4月9日 參加金援會館實驗的民眾趕快來採檢 先前的聚餐群聚案 今天新增3位的親友確診 另外三案已經知道感染源 還有16案正在釐清感染源中 CT值介於12.5到34.1之間 相關疫調持續在進行當中 全台灣以及依然的確診者 快速的這個增加 足跡也非常的多 我們呢製作足跡的圖表 將放在網路上供民眾來參考 那如果呢跟確診者足跡重疊的民眾 請特別注意自己的身體狀況 再來呢 依然呢 緊鄰疫情的嚴重台北 新北 基隆花蓮 我們呢 勢必會受到影響 確診個案也會越來越多 甚至呢 出現無症狀的感染者 進到依然的這個狀況 現在呢 依然醫療能量 已經到了臨界點 如果呢維持線內的 這個醫療量能呢 並做好資源的配置 是我們目前要面對的這個問題 這波疫情呢 爆發以來呢 我們篩檢了24,592個人 光是最近的今年會館案 就篩檢了高達8,182人 從篩檢結果分析 只要落實防疫措施 疫苗打好打滿 就會有很好的防疫效果 原本呢 被我們列為 低傳染風險的個案 沒有人確診 因此呢 接下來 宜蘭縣疫情指揮中心 會調整醫療資源的配置 未來呢 不會做全面性的這個篩檢 感染風險程度高的民眾 將優先篩檢 這樣才能把資源做最好的 分配 民眾可能會有疑慮 什麼是風險高的民眾 例如呢 不能施打疫苗的孩童 還有並且可能密切接觸到確診者的孩子 再來呢 就會被我們列為高風險的 憲民 我們將優先針對 中高風險的 師生及教職員 做匡列 立刻做篩檢 立刻做篩檢 也會依照 篩檢結果依序的 來處置 我們也會要求 教育處 落實學校防疫的這個措施 請公公旅處以及衛生局要要求餐廳以及公司航號 落實各項防疫的作為 也請我們的縣民盡量把疫苗拿好 口罩呢 口罩呢 一定要戴好 好繼續